来美国在军事方面大动作G203 特别是针对中国 因为中国的崛起的确给美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尽管如此 美国也只是将我国明确的列为了竞争对手 并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而后美国又调派六艘航母 集结东亚周边威吓中国 这是自冷战以后 美国最大的一次海上军事行动 回顾历史 能让美国如此着急的恐怕也只有中俄两国了 当然美国强化亚太军事部署 无疑是将亚太地区的局势推向风口浪尖 就在2017年的这一年里 美国就以各种理由向亚太大规模的转移兵力 现今美国已经在亚太地区部署了35万人的兵力 180艘军舰以及2000余架战机 占据了美军总兵力的六成 与其说是将这些兵力部署在了亚太地区 实际上就是部署到了中国的周边 而这一次美国更是肆无忌惮地将6艘航母齐聚到了亚太 可见美国这次对华的姿态是越来越强势了 据媒体透露 美国当前在亚太地区 已经有200多个美国军事基地将中国重重包围 美国做出这么大的动作 口口声声说是针对朝鲜 但实际行动却远远超出 吓唬朝鲜的需要 这样的举动暴露了美国挑战中国的居心 当然矛头同时也指向了俄罗斯 毕竟美俄之争从未间断过 不过俄罗斯已经采取了对应措施 将S-400防空导弹系统部署到了半岛周边的边境地区 而中国必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一定会做好随时迎战的准备 而最近中国数十枚东风C-1导弹部署东北 就是很好的证明 一旦被点燃战火 东风C-1导弹的火力将会覆盖整个美国 恐怕美国本土将会变成一片废墟